我必須承認 全國民眾陪雙北坐牢這樣的說法是帶有情緒的 因為這是對台北市政府的恨鐵不成鋼 我要對今天看到新聞的標題 感到很驚嚇 很生氣 很憤怒的市民朋友們 說聲抱歉 我是台北市議員苗波亞 今天很不好意思 讓很多關心台灣的朋友擔心了 真的很抱歉 大家講的是一個禮拜前 6月7號的政論節目上面 因為當時呢 指揮中心剛剛宣布說 全國的三級警戒要延長到6月28號 那主持人問我說 這樣會不會有一些防疫疲勞的疑慮 然後問我的看法 那我當時呢 說了一句話 我說 我講一個比較慚愧的 其實現在全國二十幾個縣市是陪雙北一起在坐牢 那這句話呢 在昨天晚上被熱心的網友截取出來放到網路上 引發了蠻多的爭議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有看到新聞標題 它直接下標說 苗波亞說 全國民眾在陪雙北坐牢 那你肯定會嚇一跳 因為這個標題呢 真的還蠻聳動的 而且你只看這個標題 很容易真的以為我是在批評台北市民 那有些市民朋友覺得被傷害 呃 我也在問自己 我今天也在問自己 是不是我們能夠當初換個說法 能夠修飾一下 不要這麼直白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說 如果我那個時候說 嗯 我很慚愧 台北市政府的防疫基本功沒做好 疫情還在延燒 所以全國必須要延長三級 那大家還要一起撐下去 這樣講的話呢 會不會大家的感覺就是會好一點 我的訴求呢 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防疫基本功要做好 我絕對不是在責怪市民朋友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北人 在我當台北市議員之前呢 我已經在台北住了超過30年 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 絕對不會比市府的高層少一分 那這一個月以來 我眼看台北市的民眾 我眼看著全國的民眾為了要配合防疫 不只讓自己的生活大亂 那甚至呢 很多人民的百姓的生計 也逐漸要窒息了 但是 台北市政府的高層的防疫作為表現 每況愈下 但市府高層還是很自我感覺良好 天天上演了這個政治表演秀 我必須承認 看到這種情況 我真的非常的焦急 非常的憂慮 進入三級警戒以來 到現在一個月 我收到民眾的求救陳情 是一天比一天還要更多 所以為什麼會用坐牢來形容 並不是說市民做錯事了 而是因為我在基層接觸到的一般百姓 真的已經非常痛苦了 有種種的問題 市民釋出求救 到處打政府的電話都得不到答案 台北市政府每天下午開了防疫記者會 光鮮亮麗 但其實背後呢 有各種讓人會覺得很痛心的真相 在爭論節目上 因為時間有限 沒有辦法做很完整的論述 其實當天我後面要講說 中央的紓困政策有問題 那因為時間不夠被剪掉了 進入三級警戒之後 台北市的執行面 卻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它造成了因隔離未隔離 還有應該篩檢卻沒有篩檢的情況 讓我們做議員的 一開始看著市長說 沒辦法做疫調 結果呢 過了一陣時間之後 變成市長發明了一堆新名詞 但是更誇張的是 發明了這些新名詞之後 實際的做法 跟市長在記者會的說法 還是不一樣 這麼重要的匡列 隔離疫調的基本功 實際執行亂成一團 你說我怎麼可能不著急呢 或者是 其實我們很早就接到市場的攤商 來跟我們成情 希望市府可以提供資源 來幫忙做人流控管 但是市府呢 卻一直執意要用 什麼攝影機造市場啊 用一些神奇機器啊 的一些無效的方法 那對我們議員所反映的民意呢 是充而不穩 疫情比較不嚴重的外縣市 都已經陸續實施市場分流管理了 台北市一直到6月6號 才要宣布市場分流 這個人流管制的基本功 做得這麼慢 是不是也令人覺得匪夷所思呢 我也跟市府爭取 希望能夠緊急採購血氧機 讓台北市的集中檢疫所的確診的市民 也可以做自我檢測 來保護市民的生命 可是市府的回應卻是 沒有採購計畫 台北市政府募款已經超過3億多了 但是連血氧機都不想提供給確診的市民 那我作為一個議員 怎麼可能會覺得不挫餓呢 例如市府天天跟中央喊話說要疫苗 其實台北市貨配的疫苗 明明就足夠前三順位的人全部打完 但是呢 卻發生了這種有資格人打不到的情況 所以市府管理疫苗的功夫呢 這些基本功其實只是一些花拳秀腿 之後更糟糕 甚至發生了好心肝診所的大規模特選插隊事件 那議員怎麼可能不覺得生氣 接著最近75歲以上長者要來施打疫苗 明明既有的李林吹仲系統可以順利完成工作 但是市府高層一直堅持己見 措施提早動員民政設政系統的機會 所以基層呢 累翻人央馬翻 幫忙打疫苗的醫護 還要協助做市府沒有做的行政工作 很多台北市民都不知道 市府的很多單位甚至包括衛生局的人員 每天都要看記者會 看市長講了什麼 才知道政策的細節 才知道明天要做什麼事情 市府的橫向聯繫出這種狀況 能不心急嗎 那窗北市民全國民眾 其實都是三級防疫的受害者 其他資源比較少的縣市 都已經逐漸的壓制疫情了 但是資源最豐富的台北市政府 防疫的表現竟然每況愈下 民怨越堆越高 身為台北市議員 我真的很生氣 同時也覺得很慚愧 議員的工作 就是指出市府應該要改進的事情 然後強力的要求市府改進 我必須承認 全國民眾陪雙北坐牢 這樣的說法是帶有情緒的 因為這是對台北市政府的恨鐵不成鋼 台北人絕對不是自私的 全國同胞都是我們的手足 同島一命 這四個字是真的 它不是要求全國人民 來包容台北市政府做不好的藉口 它是一個更應該強力要求鞭策台北市政府做得更好的理由 因為台北的圍堵跟殲滅必須要成功 全國的經濟才能恢復正常 這是實話